台湾外送行业12年了 外送员薪水零多零少 全掌握在平台手里 交通部终于公告修订 外送机车运驾 强调不会影响消费者权益 交通部的立场 第一先透明运费的部分 未来如果制定起来的话 我们只会订定上线 不会有下线 所谓的免运费 那可以继续使用 这个没有问题 力求外送运驾透明化 修法要明定的 包含等待费楼层费 夜间加成 春节运费等等 游客县市因地质疑 但也因此可能会导致 南北外送运驾不同 当去消费的那个 水準不同来讲的话 它当然是有高有低是正常的 四年来如果依我用这样的时数 大概已经差一万块 必须现在的公司我要拉长 店家也要有一定的 所谓的抽成的天花板 你消费者不点 外送店家就没有单 外送也没有单节 所以都是连锁效应的 全国外送产工 初步争取机车运驾 要有基本时薪三分之一 也就是跑一趟六十元 不过外送机车运驾涨了 外界也忧心连锁效应 消费者运费跟着寒涨 南北费率不同 好像蛮正常的吧 日常开销的那个花费水平 就不太一样 同样是生活在台湾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 不同的贵率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把台北人都当攀纳 是否该全台齐头视频等 有得讨论 交通部邀请消机会 平台外送员 学者三十号喝咖啡戏谈 也代表外送印价准则 草案二十五号预告到期 距离外送员 薪资真正透明化 还有段路 三连新闻张哲如 慧山张玉杰 桃源高雄报道